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不过你这个时候呢 等一下,这个再一次,UCS又跑掉了,再一次,UCS 再把它调整一下,把它调整到世界,再一次 再一次,我把它再切回东南灯角 再切过来一下,切到前视角,前视角的地方 XY,然后再来匀心线 这一边,点一下 它会有弧度,那你要把它拉住,拉回来 大概就可以了,它其实有点不太听使唤 然后,再回到这边,点一下,OK 最后的话呢,你就,就直接,在中线点两,快点两下 它就结束了,或者你直接 或者直接按一个空白键,把它结束掉,OK 好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再切回到东南灯角,OK 好,那切回来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它就刚刚好 会在这个地方有一条线 我刚刚转折的地方,转的比较大 不过这个应该不影响最后的这个形状 那再来的话呢,这边会需要一个什么呢?一个圆 那这个圆,刚好在中间,那怎么画特别注意 我们要切到那个右四角的地方 右四角 不过你切换到右四角,其实有时候有不太好画啦 我建议干脆你按Shift的键 然后呢,把它怎么样呢? 瞧一下,瞧到,瞧这样子 反正瞧一个角度呢,让它转到你的正向 然后再利用画圆的方式,直接就从这个地方 它的终点,画一个圆 不过这个时候呢,UCS也会跑掉 再把它调整为世界的UCS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再画一个圆 圆的话呢,直接在这个圆形线的中间 UCS 这个地方,再切一下好了 东南等角一下 然后再切到 我先切到那个右四角好了 这个地方我切到右四角 现在切到右四角 然后呢,右四角 这个时候不好画 你可以按下Ctrl键 Shift键 再按那个中键 稍微调一下 OK